大家好 我是華信頭顧操盤總監 那今天在歐美股市前面上漲了 那當然台股今天開高 所以在整體開高 因為又面臨了上檔的壓力 所以順勢的在盤中壓回 那以今天的一個成交量來看的話 其實在這個地方 它還是一個量縮盤整的格局 所以它在高檔震盪之後 尾盤應該會小小的再拉一個小尾盤 所以以整體的一個盤勢來講的話 我相信我已經跟各位講得很清楚 現在是盤整盤 盤整盤的一個操作很簡單 就是說在族群跟個股裡面 去尋找最好的一個標的 我在節目上也跟各位講很多 其實在這個位置點 你很多強勢的股票 你真的也不要去放空 但是你手上可能在今年 漲幅比較大的 或是做在產業前景有疑慮的 那投機的股票呢 在這個地方 我也希望投資朋友 你可以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呢 連度的一個總整理 就像LED 我講過 其實在這個產業呢 它成長的一個力道呢 非常有限 我相信各位 像經電 所以現在是一個頭部的位置點 如果沒有辦法再站上去的話 那可能這個壓力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叫趨勢呢 往下的個股 你真的呢 你不要去碰 我跟各位講說 在趨勢的一個操作裡面呢 你永遠都是要買什麼 買最強的 我說你能夠在一個族群裡面 在最強 而且資金呢 它進去最多的一個族群 我現在裡面去挑選標的 那這個機會呢 那是不是呢 比你 每天呢 然後呢 看著什麼 黑板 那最高殺低 很多投資朋友 很喜歡看到一檔股票出量 那你沒有去深度的去研究 那你出量呢 就追的話 那這個風險 真的非常的一個大 最近我跟各位講 主流在哪裡 很簡單嘛 太陽人嘛 生技 包括物聯網 大數據 我就是朝這個方向 下半年的行情我朝這個方向 各位你們都是看到 一檔一檔 其實這個機會都相當的大 就像說 很多人說 終於呢 上櫃 很多人說 會資金排擠 但是我跟各位講什麼 我說呢 如果生技它是主流 資金不但不會排擠 而且 如果呢 大幅進來 那資金呢 它一進場 其實 雨入金沾嘛 那先長了 那當然現在先休息 還沒長了 它要做一個什麼 補長 然後呢 一個輪長的一個態勢 來維持什麼 整個人氣 那最近 我們跟各位講的 這些個股 像 美食 來 各位 這個都是在低檔 剛剛上來 那上個禮拜 各位講已經達到 氣線的這個位置點 所以 這裡當然會震盪 會震盪 但是我講過 這個量呢 如果能夠放大出來 它也有可能呢 直接呢 然後就做一個 高點 那這一檔 神龍 我當時跟你講 突破之後 在季線這裡 那季線翻養來 後來有沒有噴出 有沒有噴出大漲 這就要讓各位去驗證 那我說浩鼎大漲之後 我說誰會接棒 誰會接棒 聖祭谷呢 這個地方的一個機會 還在不在 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來做一個 詳細的一個研究 我們等一下回到現場 將專業交給我們 把時間留給家人 滑信用心 客戶放心 幸福專線 022-2392-3988 2392-3988 歡迎回到現場 當然我們跟各位所講的是之前 我在節目上幫各位所規劃的 我們覺得我不喜歡說 這個地方在低檔不買 那每一次來高檔來人以益 很多老師呢 他們喜歡去講什麼事後 但是到底有沒有這檔股票 你也不知道嘛 所以講事後呢 那只是事後 之前有沒有去做 這很重要 我為什麼在節目上 我要跟各位講說 一些呢 在底部呢 剛剛起漲的一個個股 就像神龍 你能夠擺在這個起漲點來 這一段 這很快的時間 那你就能夠賺到 但是你今天來到這個位置點 你再來人以預言的時候 那有沒有差很多 所以我說呢 要事先講事後再讓你驗證 那太陽能很簡單 我在節目上跟各位講 國壽有沒有在創新高 有沒有在創新高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趨勢嘛 趨勢嘛 你看量收之後放量 你都來不及了 所以我說這種強勢股 你也不要說這個隨便的去亂放空 那同樣的 最近呢 各位也看到說太陽能 其實很強 雙主流嘛 我跟各位講 太陽能生氣雙主流 那太陽能國壽 除了國壽來 中美金我不是今天才跟各位講 這檔個股 我相信你同志朋友 今天又在創新高了 那我有沒有從低檔這一路跟你講上來 所以你看到每一次一階段 一階段的一個操作 你能夠去掌握到的話 我相信各位 那這個利潤呢 是相當的一個大 利潤相當大 3691的售猴 一樣 這都是在節目上跟你講的股票 都是從低檔這一路幫你規劃上來 幫你規劃上來 所以呢 趨勢它沒有改變的時候 這個地方你也不要說太早呢 去看壞整個行情 那電子股裡面 那我說NFC的 那這一檔呢 549年的同行 各位來印證 我跟各位所講 你今天看到什麼 你今天看到什麼 之前我說這一段你沒做到 因為季線它下壓 所以它第二波整理之後 開始呢你看喔 那是不是往上噴出 我說乖裏夠大 它會壓回測季線 季線測完 它會進行一個 一波的什麼 主身段的行情 所以事先呢跟你講 那現在你 是不是又印證到 那我們跟各位所講的 都是真的嘛 但是現在還來得及 現在還在底部的位置點 是不是都還來得及 所以呢你看到 大量手單 拉回的量縮 就代表籌碼 它是相當的一個穩定 所以呢在整個均線呢 開始翻揚向上 那股價呢這個地方 只要量能能夠呢 放大出來的話 那你說這種股票 它是不是很容易的做上漲 所以大戶回來 要買什麼股票 它不可能去買前止股 它不可能去買什麼 買外資手上 買一堂落股的股票 因為前止股是 外資跟國安基金在買 但是投信呢 我現在很多股票 它買一堂落股 那大戶進來 它也不會去買 這一種呢 投信已經買一堆的股票 它也不會買你手上 滿手套勞的股票 所以呢你現在你要去思考 如果正手套費了之後 大戶回來要買什麼 它不為了去買今年 漲很多的股票 就像紡織股裡面 我也跟你講 乳紅巨洋 這都在今年漲多的 你真的不要去亂買 就像瑞宜一樣 你也不能隨便亂買 那你說在蘋果概念 這些供應鏈裡面 那也不是每一檔股票 你都能夠買 所以我說呢 你要買的是什麼 你要新的產業 新的商機嘛 銅鎮 我向你各位 電子錢包 這個從底部慢慢的墊高上來 所以這個要讓各位去思考 現在大戶進來 他會買什麼 一定是在底部 剛剛才突破 而且明年還持續看好的一個產業 包括在族群裡面 他營收有持續 來到領先 同業 他開始做一個大成長的 這種股票都是你現階段 投資朋友你要特別注意的 那包括說在生計股裡面 那美食也是一樣 他突破之後 我們話是講在最前面嘛 那當時呢 因為季線還在下壓 所以 他在這裡震盪 即使拉上去 你看他還是壓回來 但是 現在不一樣囉 季線開始翻揚 開始走揚 我講過這裡 放量出來 他也很容易呢 再過一個高點 所以操作 這個地方 你不要看太短線 我們是在整個呢 波段的幫各位所規劃上來 而且我們是 在低檔買 我們在高檔呢 一定會帶你出 有進有出 而且 各位看到 我在節目上跟你講的股票 絕對不是那種投機 或是沒有量的 因為我們開大門 走大路 你股票進去 你一定要出得來 所以大量呢 這些個股 我相信呢 同學朋友 你能夠呢 能夠大買 而且能夠大賣的話 那才是你真正 你可以賺到的 你買小型股 我講過了 你買不到 你買一張兩張 漲一倍 我跟你講 對你也沒幫助 所以好的股票 你鎖定的幾檔 一路呢 把它操作上去 這才是同學朋友 你財富呢 能夠呢 快速倍增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機會 好明天同學先 再會